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台湾全额健保几步 但加州专科医师看诊一根大约三万元 情况严重一点 使用精密仪器 台湾上线一颗也只要一万元 但美国可能要价十五万 植牙便宜一些 台湾只一颗八到十万元 全套配备做到好 美国加州医师分等级 平均六到十五万元 但是不含牙套 在那边可能就要七千多块台币 在这边就可能健保 一百五就决定就搞定 美国回台即使加了机票钱 也划算近一点的亚洲国家 长期工作 中国大陆强制保医疗保险 一年有1.2万元看诊上线 一般人紧急治疗单次大约四百五十元 而在日本工作者健保无上线 但旅客临时就医 就得付六百五十块 那牙科它有一个特色是说 它不像说很多外科的手术 它可能需要比较多的疗程 或甚至术后的照顾的时间 牙齿治疗短期就能结束 但几步多保费低 台湾健保便宜好用 衍生极限保费达五点五亿元 恐怕资源早被当成吃到饱 三立新闻干喊人金家轩 台北报道